靜態攝影技術大約有200年歷史 一直以來,攝影技術為我們記錄了很多歷史性時刻 其中亦有很多難以解釋的影像 今集我將會繼續為大家介紹更多世界知名的靈異照片 中式女士 雷立武大廳是英國落福克郡一棟超過400年歷史的別墅 多年以來都是由湯森家族所擁有 自1835年開始就經常有人目睹有一個女幽靈在大屋裡遊蕩 她穿著一件中式的年身裙 因此被稱為雷立武大廳的中式女士 一般人認為她是17世紀英國第一任首相 Robert Walpole的妹Dorothy Walpole 她亦是脾氣暴躁的Charles Townshend子雀的第二任妻子 民間相傳,Charles子雀因為懷疑Dorothy對她不忠 而將她運在雷立武大廳 直到1726年她因為患上添花而去世 1835年第一次有賓客在大屋臥室附近見到她 但都只是口耳相傳 1936年9月19日 鄉村生活雜誌的攝影師Hilbert Proven 和她的助手Indri Shira為一篇介紹雷立武大廳的文章進行拍攝工作 當拍攝大廳主樓梯的時候 有一個女性外觀的霧狀物體從樓梯上向她們飄浮 Hilbert將這一刻用相機捕捉 多年以來這張相片的真偽眾說紛紜 有人對照片深信不疑 亦有人說照片明顯是由雙重曝光所偽造 但自從拍攝到這張相片之後 眾色女士就沒有在大屋出現 英國貴族 另一張相片拍攝於1891年的康伯米爾圖書館 可以見到一個男人身影坐在一張扶手椅上面 她的家庭成員之後證實 另一個人影就是康伯米爾昏著 拍攝這張相片的時候 她的葬禮正正在圖書館的幾英里外舉行 白光靈體 1975年 一個名為Diane的女士和她的丈夫 進入位於英國洛福克郡的 旭爾斯特教堂 拍了這張相片 一個發出白光的女士被拍到坐在Diane的身後 而之前也有其他人聲稱經常在教堂裡見到這位女士 岩山未拍 1959年 有遊客在澳洲亞德萊德的 Coralbori岩石保護區 向一片空地拍了這張相片 經過衝光之後 照片中出現以下這個白影 形象就好像一個在討告的老太太 但是更多人認為照片是由雙重曝光所偽造 你認為這張相片是否偽造的呢? 女王之家 位於英國格林威治的女王之家 是前英國王室住所 這座建於17世紀的法定古蹟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宅內的屈金香樓梯 它是全英國第一條幾何自身結構支撐的螺旋樓梯 亦是一張著名靈異照片的拍攝地點 1966年一位退休的加拿大牧師R.W.哈迪 和他的太太參觀了女王之家 牧師在著名的屈金香樓梯拍攝了一張照片 並且捕捉到一個被遮蓋的身影 仔細觀察 那個人影似乎正在上樓梯 在追逐第二個人 亦可能是第三個人 攝影專家認為這張照片從來未被串改 因此照片被認為是證明幽靈存在的證據 1968年11月6日 Robert A. Ferguson教授 在洛杉基舉行的招魂術大會發表演說 其中一個參加者為他拍了這張照片 但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當他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 發現照片中在他身邊有一個熟悉的身影 那個是他在二戰期間離世的兄弟Walter 一如既往 有人懷疑這張照片是偽造的 但是這張是一張即影即有的照片 所以排除了造假的可能 猛鬼墓地 位於美國芝加哥的學士格羅夫公墓 自七十年代起 因為經常鬧鬼而聞名 1991年8月10日 美國幽靈研究協會 就在公墓裏面拍了這張照片 一個女性形象的身影 坐在一個墳墓上面 雖然有很多人懷疑這張照片的真確性 但是他仍然成為其中一張著名的靈異照片 1995年11月19日 位於英國瀋羅普郡的溫氏政廳發生火災 建築物的內部完全被大火燒毀 當消防員正在努力救火的同時 住在附近的業餘攝影師 Tony O'Reilly 向火牆拍攝了這張黑白照片 照片拍攝到一個少女站在火牆裡面 有人認為這一名少女就是Jane Kerm 他在1677年因為玩火而令到多間房屋燒毀 最後自己也撞身大火 但是最後有人發現這張照片其實是合成照片 有人找出少女照片的沿途 而且玩火的傳聞也只是一個惡作劇 雖然是這樣 但是多年以來這張照片仍然被廣為流傳 如果你想收看更多奇聞趣事和鬼異影片 請你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老BOSS 下次再見